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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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呢 是希望能夠勾起你們買菜回家自己煮的欲望 我們用的是單一品種的米 叫高雄一攤酒 今天會有三種不同的方式 所烹煮出來的飯 吃一口水出個口 完了之後吃黑色碗裡面的白米飯 一小口 就是它的原味甜度口感 味道香一點都味道好了 奶油好香 因為米是農產品 每一期的水都不一樣 浸泡了40分鐘 現在就放在大火上下去煮 煮飯最重要的第二個動作 就是翻的動作 讓它的濕度均勻 這些煮飯的方式 就是你一次一次的去實驗 以前小孩子都說 不要再吃稀飯了好嗎 因為煮失敗了 結局就是煮稀飯 兩個人在吵架 啊...想睡覺了 不...靠...下班小孩 2008年的時候來台東的 其實就一念之間吧 當你下班回家 看著冷冷清清的家裡頭 老婆跟小孩子都在睡覺了 那吃的冷飯 你懂那種感覺嗎 回家還要捏手捏腳 怕吵醒小孩子什麼之類的 那我這麼辛苦賺錢 餵的是什麼 這個大概三天沒有走 他路就不見了 劍玉大哥啊 也是跟我們一樣 從都市移民到花東來 那一年我們來看屋頂 被吹走的那一家人 哈哈哈哈 為什麼你的地都是大草 有一部分 因為啊我們沒有噴藥沒有吃水 有一部分我就會留著讓它放養 有一些東西你不需要動 它只要靠採集就好了 哦 看到了 剛來只是為了想要能夠 自己自主 當一個農夫 當了生產者 當了農夫之後 你會慢慢的去了解說 為什麼我這麼認真 種這麼好吃的東西 沒有勾起人家的注意 所以才又慢慢的回到餐桌 然後再跟大家去分享 農夫生產的食材 哦 來了 餐廳 是來了 沒有人家幫你 你好 你好 真的嗎 好 我們家只是你們打個電話 告訴我 你們什麼時候要來 這個季節 這一塊土地有什麼 我們就買什麼煮什麼 各位就吃什麼 藉由你們這一次 來我們家吃飯的這次氣味呢 讓你們知道池上米會有名 就是因為我們的環境非常的純淨 農夫其實是一個 看老天爺賞飯吃的行業 你有聽說農夫種田 有錢中到跑路的嗎 因為沒有錢還嘛 所以當你的農作方式 能夠得到合理收入的時候 你會去影響或改變到 你附近所有的生產者 他就不敢去破壞 一望無際一無所有 這就是最難得 也最難以保存的單純 你不會去在乎能夠得到什麼 但是你會持續地去堅持 就只是因為它值得